It's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下达第一个命令 前辈 前辈 再前辈 国际政经大小事 理财体育和生活 新闻早餐会 您爱哪一位 好 欢迎大家加入新闻早餐会 我是主持人曾武清 那么今天还是来关心 总统大选的议题 韩国瑜今天在新北造势 本来想射出穿云剑 但是没想到射出了回力标 打到自己人 那么现在如何观察 这个蓝军的整合 到底韩国瑜将来打法 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调整呢 那目前针对这个 民调最新的情势 到底一对一对决 或者说呈现撒卡都 哪一种是对韩国瑜 比较有利的局面呢 好 今天要邀请的学者是 中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 廖达奇教授 廖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我们先来观察 韩国瑜这次造势 本来请到马英九站台 哇 大家呢 希望可以展现出 团结的气势 但是没想到意外被虚下台 掀起一番波澜 如果不要给外界 这个见缝插针的机会 你认为应该要怎么样危机处理 那目前为止呢 这样的处置 您还满意吗 我觉得他们已经马上做了一些处理了 第一时间就有说明说是 有道歉嘛 是歉 那然后呢 接着好像呢 他们本来打电话给 马英九这边好像说是晚上 因为结束了就先致谢 先要致谢嘛 因为晚会也帮忙展台 这个其实是难得展现 好像来人要团结了 那结果好像说 他睡觉没有接到 第二天呢 虽然有陆续的一些什么 像以前的徐晓青啊 好像抱怨啊 说是对瓦总统不尊重啊 因为他说话被打断 好像大进场好像又被阻拦 那可是接着马上 这个韩英也有动作 也跟马英九这边联系 马英九亲自说 没有关系 虽然有点错了 但是没有关系 只希望程序稍微改善 我想马上做了一些止血动作 那后来好像也看到 也有别的记者看到说 其实都在后台 那韩国瑜昨天没有大进场 也没有那个 那只是实在是 时间可能拖晚一点 还有呢 就是被别人给打插 他讲话被拦下来了嘛 那我想这些技术上的一些细节 其实将来还有改进空间 但眼前他跟马已经表示 致歉 而且马总统本身也说 他不介意啊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由当事人来说 比别人说三道四都重要 那目前看起来是有止血的状态了 但是将来这种大造势活动 要展现兰茵的这些团结 那可能在一些程序细节上面 恐怕还要再精进 还有包括那个主持人要注意到 既然已经请他上台了 那可能事先的沟通 包括可能讲话不用太长啊 或什么东西啊 这些我觉得都可以沟通 那底下台下那个韩粉呢 恐怕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韩粉 其实昨天引起报道最多的 而且他马上见面插针 就说你看韩粉多怎么样 那么然后就说 你要跟人家合作 但是也要那个 可是韩粉又这么凶寒 那我觉得真的是 其实这个作为领导人 因为现在韩国瑜 从市场选总统 那对群众的一个 除了一个感性的召唤 那理性的带领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那那个跟那个主持人的现场功力 尤其这么大型造势 几十万人 那其实是展现你领导的功力了 那我觉得这以后 一定很多的造势场合 那是不是在这个细节上面 能够更讲求 能够真的是把一场 应该是很成功的造势活动 表变成就像你说的 本来是穿运件 后来变成回力表 伤到自己人了 对对对 而且我还建议 我觉得不仅只是打电话 像老师 现在那个直播那么方便 对呀 如果说韩国瑜 对呀 在这个非公务时间 那如果马英九不方便来 其实用手机也可以视讯直播 对呀 直接直播就好了 对呀 他天天都在直播一些东西 我觉得你这个建议 就是太棒了 媒体出身 我们学着还要学着点 那下次我跟廖老师 也直接来视讯直播一下 好 我们有人看嘛 OK 好 那谈完这个马英九 再谈另外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到底这个秃子跟汉子的关系 到底要怎么样解读 因为现在呢 他不仅他没有出席 这个造势活动 那个事后呢 他也说这个 如果这个草皮受损的话 是要求偿的 那么老师 你怎么观察 到底侯友宜 他现在考量是什么 你觉得他将来 他还会为这个韩国瑜站台吗 我们先说他现在的考量 可能这个 有多方面 当然也有一些 比较政治性猜测 因为侯友宜过去是 在朱立伦底下 那朱立伦现在 也没有出现 中间是不是在 这个彼此在瞧什么 那不知道 这是政治面的 因为侯友宜毕竟是 全国最大都 四百万人口的市长 那当然这是政治猜测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他自己的 执政层面的考量 因为现在中央是谁执政的 大家知道吧 那马上他的很多 新北的资源 还有什么地方的建设 恐怕中央这边都是卡 什么 那中央当然这是一端 那另外一方面 9月底可能 一般这个都的市议会 要开议都是9月底 10月初嘛 那一开议以后 那也会有很多的质询 那这些质询的时候 减少自己的问题 可能是眼前 他比较关键的考量 那可是呢 那将来到了11月底啊 就是市政总职群 就有了解 应该到10月底都会结束了 10月底11月初 那到11月时候 到选举真正进入 比较紧密关头 我认为他应该还是会站台了 那当然只眼前 他还是要把话说 因为他也要维持 他的执政的绩效了 每个人都先为各自考量嘛 甚至讲 那个当初 为什么韩国又会被拱出来 国民党的一些立委们 都非常希望 因为他在去年选举以后 那选完以后 他的人气超旺嘛 韩流 所以大家都拱他 因为他们需要他站台来拉票 那其实都为自己 政治人物 没有一个不为自己 那所以侯友宜 当然还有 这个在现在的 民主政治下 他一定要被 示意为会严格的监督 还要被中央政府掌控 那所以我想 这些是他很重要的考量 所以等到那个时间到了 廖老师觉得这个韩国瑜 就是还是 可能 侯友宜还是会来帮忙 就到最后的时候 侯友宜 对对对 也没有这个 就是说这个 不帮忙到 尤其到后期了 11月到12月了 12月 1月11号投票 12月就进入肉搏战了 那这个时候不帮忙 我想 这个他的 就在新北支持他人 可能也会有意见 因为毕竟还是 国民党这个系统 但是现在国民党的内忧 当然就是来自于 郭台铭的动向未明 我直接问好了 廖老师你觉得 郭台铭他会选吗 我觉得他参选定了吧 你觉得他参选定了 现在有人还认为 他不会参选吗 我不曉得 我就做个民调 恐怕认为他参选的几率 没有100 但是90%以上 差不多了吧 100之间 我认为是 我们话都不能讲 死学者嘛 喜欢保留点嘛 就90%好了 90%了 90%参选 应该会选 应该是吧 他这个整个资产 都做出来了 那老师我接着问 那如果他真的选的话 因为现在各方的民调 都显示 如果是一对一的 蓝绿对决 反而这个韩国瑜 是落后蔡总统 落后的比较多 那如果说现在是 呈现这个撒卡都 不管是 柯文哲下来选 还是郭台铭下来选 反而这个韩国瑜 似乎还有一些 这个差距 就是没有被拉得 那么大对 所以到底韩国瑜 他们现在的盘算是什么 撒卡都未必不利吗 纯实讲撒卡都未必不利 完全正确 因为其实至少联合报 这些民调可以看到 如果郭台铭出来 成为一个撒卡都的话 那其实郭台铭 拉绿营的票 拉参议员的票 多于蓝营的票 那因为他在蓝营这边的正当性 是怎么都说不过去 因为他毕竟参与了 国民党初选 那可是呢 在绿营这边呢 因为他是第一个有钱 第二个 他在对于绿营 有些或是浅绿的 或者深绿的 他们对蔡英文不满 或对蔡清德的这个提名过程 蔡英文做得太过度 还包括一些中间选民 现在韩国瑜还拿不到的 对蔡英文的论文 真的是交代不过去 甚至我认为一些 真的是觉得 就是知识经营会觉得 这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像这郭台铭的出来 是一个出口 那么所以郭台铭拉的是 韩国瑜本来不容易拉到的选票 那可能也会再不得已 想去支持蔡英文的一些人 那这些人现在找到了一个出口 就是郭台铭 那这也是让郭台铭觉得 他有一波空间的一个基本盘嘛 就是对韩国瑜这边并不欣赏 对蔡英文实在不满 没有办法投下去 那郭台铭的经济实力 所谓的经济选民 那还有他过去 毕竟他是在企业界待过嘛 有他所谓的成就的那种记录在那 当然他出来对韩英是会有冲击 可是这萨卡都底下呢 却是一个特别的有趣的局面 值得大家来观看 好如果最后真的形成所谓的萨卡都 那么其实三个人对决 那大家一定不想当老三 因为你当老三的话 一定会有气宝 对对对 就是可能会有那种气宝的效应 可能会逐渐的发酵 那如果真的郭台铭下来选 你觉得韩国瑜阵营 他们在打法上面需要调整吗 我觉得他在基本的打法上面 对郭台铭我觉得还是采取比较尊重的路线 因为其实会投锅的人还是对蔡英文不满的 那毕竟这些选民还是必须要争取的 所以不需要去严厉打锅 同时呢这个体现匍匐前进 因为郭台铭出来 看起来绿营要打他的力道 现在打韩的力道大概分60%要去打锅 他也要面临一些考验了 他要面临真正结实考验 因为过去他不出来就不会成为剑拔 那可他要出来他可以被打的面 真实讲就我的判断非常多 那所以那个绿营其实那边应该让他们去主攻了 而且那个绿营也是花尽力气 其实我的私下了解一些绿营的包括立委一些 他们其实对郭台铭反而是觉得厉害 因为郭台铭有钱嘛 他们甚至不排除跟郭台铭有什么那个 在地方的一些绿营啊 那所以这个对于小英来讲 那个威胁性太高 那所以必须全力去打锅 那全力打锅呢 那当然你知道选战有时候呢 打的两个人热闹票多 因为那个那么你也不能 那个韩就不能晾在一边自己看戏啊 那所以他的力道打锅呢 可能分个三成 但是不要太用力 因为这是兄弟登山了 各自努力 但是呢蔡的方面 其实蔡还是 因为集体共同目标还是蔡让蔡英文下架嘛 那如果说这个是选战的共同出走 所以这个战法上面 我个人认为吧 那国民党可以去好好的攻锅的问题 因为他是拿了国民党农与党政 现在又报告了 参与的出选 可是呢在韩正营里面 可能也应该还是比较维持 对郭喊话 爱与包容一点 然后尤其他的支持者 对他们喊话 那对这样让打锅的力道 其实是来自绿营 我相信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但是前提还是要自己够强 因为如果说你自己够强的话 你就不会被弃薄 那当然对 好那其实经过这场的新北市造势 虽然说经过一些这个风风雨雨 有一些小插曲 但是还是来了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 其实你也证明说 在这个台北的政坛是无人能出其右 像是柯文哲 像是郭台铭 蔡英文 可能都没有办法动员到那么多人 但现在因为问题也来了 你现在拱布了内部 到底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力量可以扩散出去 那现在你觉得经过这场造势 韩国的民调就可以止稳了吗 就可以止跌了吗 止跌 目前看到联合报在他造势结束晚公布 那当然应该是造势前的吧 对 调查 是老三了 有点老三 虽然那个是民调有误差了 那是不是止跌 我认为大概应该是回稳一点了 那后面当然还要去看一些做法 当然郭台铭出来 其实这个戏马会比较有趣 那当然现在第一时间 郭台铭还没出来 郭台铭可能现在 有点点像是老二的样子了 但事实上那个差距是非常有限 在我们民调来讲是差不多的了 那所以下面这个一波的空间非常大 那我认为他未来后续做法 其实马英九站台很重要 因为都传说 马英九是引荐郭台铭的重要人士 之一了 那可是呢 马英九协助的话 表示他很清楚的支持国民党的提名 那这其实更削弱了 郭台铭的正当性 那所以未来日后 不管吴敦义 这个党主席了 那还有的其他蓝鹰的这些 包括像郝龙斌这些的 那其实这些传统的蓝鹰的 大佬也罢 权贵也罢 那韩正义的细腻处理 应该对一些所谓的中间选民 或是知识兰 是有些让他们回流的机会了 那当然还有他的打选战的纵深 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前面 讲所有做 做尽了黑脸 让别人做点黑脸 他做点白脸 那展现所谓 他在去年选举的爱与包容的特性 那种特质 让人家感觉他是温暖的 他是有趣的 然后他其实也有一定的高度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 最后我想请教廖老师 最后一个问题 那韩国瑜现在这个 仿美型有谱了吗 据了解应该是有在安排 有在安排 但是具体的时间什么这些 真的是无可风暴 也真的不知道 可是重点就是放在 可能就是要跟美方这些 做积极的沟通嘛 对不对 当然因为美方是有邀请了 AIT有邀请 但是这个邀请 因为既然是总统候选人 那我想那个前置工作 准备工作要做很多了 做很多 那因为历史经验也非常多 所以这一次 因为是总统候选人 不像他今年四月去是市长了 是一个只是一个市长 他那时候并没有选 也没有宣布要选 所以我想这个层次很不同 那要做准备也非常多 所以这中间还有很多的细节了 那当然这个 我不在其中了 所以不要 我也不适宜 我也不具备资格来说什么 好 现在不管是市政或者国政 我相信这个韩国瑜市长 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 是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中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 廖达吉教授聊到这边 非常谢谢廖老师的分析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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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